哈喽 大家好 我是空派上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看了今天的标题以及说图后呢 应该都知道我要聊什么了吧 对 今天这一期我们要聊的是 转身吃出又怎样最终回 经过了半年时间的折磨 转身吃出多话法总算是正式完结啦 虽然我无可否认啊 看这部发也有快乐的时候 但不好的印象已经回忆还是占据比较多的 对 我说的就是你啊 人类片 现在我对转身吃出又怎样多话法的印象呢 一直处于在被人类片的故事 以及希腊的体质折磨的画面啊 可见人类片拉滑这部发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而最坏的人类片更是混乱了 已经到他放弃治疗的地步了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眼上小啊 比如咪咪之前就已经说了 这些魔王军的人是不会杀死转身者 结果这位半妖姬妹子继拿出来挡刀 我也是最了 再配合突然中间没有画面的分镜 这一幕更是让我看得无言啊 好啦 有可能是一位头发看见秀雷衣被砍太紧张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多思考就直接帮他挡刀啦 OK 这很有勇情 我可以接受 但我想问的是啊 为什么偏偏是这位半妖姬妹子啊 我并不是鄙视他 大家不要误会哦 我只是不明白的是啊 以修理姬建立身后友谊的角色有很多 比如好机友 菲 老师 以及她的哥哥的好机友这四位角色 如果是这四位角色的其中一位 为修理姬打刀的话 可能我还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但偏偏就是这位和修理姬没有什么交集 从头到尾也没有什么表现的 半妖姬妹子竟然为男主角打刀啦 这就让我感觉到只是为了抓猎牺牲而抓猎牲而已 说难题点就是多与没有任何的故事意义 更别说后来还是被男主角艺术界救活啦 所以... 这都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我不明白啊 OK 我不要再吐槽人类片了 今天这一期已经是爪生蜘蛛系列最新的节目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聊点开心的内容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许多观众们看得最开心的蜘蛛片 为什么我会说观众们看得开心呢 因为蜘蛛子终于变成人形啦 是的 经过了23万 终于在最终回正式变成人形啦 其实蜘蛛子的人形形态呢 早就在人类片就已经正式登场啦 但毕竟人类片的故事事件还是以秀琳衣为主角的 和蜘蛛子一点毛巾都没有 所以观众更想看的是 其实是蜘蛛片的人形蜘蛛子 虽然和妖精机械的战斗的差距真的是... 蛮差的啊 真的看不出来这是延期一个CGO做出来的品质啊 但我相信能看到最终回的观众们 已经是完全不在乎动画的品质啦 只不过是想多看一点蜘蛛子的表现而已 所以即使我之前嘲笑竟然是以交代故事伏笔作为动画版的完结 但无可否认是最话与全体话相比呢 它的表现还是OK啦 所以这就是我对《转身蜘蛛》又只要动画版的完结感想啦 是的 你们没听错 这就是我对这部动画的感想 一个非常短的感想而已 老实说当这部动画完结的时候呢 我便没有多大的感想也没有很想吐槽的地方 因为我已经把这部发要吐槽的东西 都已经在前几期的节目给吐槽玩啦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多一次啦 大家想看详细内容 请寻找这一期的节目来看吧 而另一方面我对这部动画的品质感到很无奈啊 我已经吐槽到很累了 因为动画作主压哥就没有把心思发在这部动画身上 难道你们以为最终回延期 是因为动画作主开始重视这部IP了吗 不 并不是 而是因为外包的制作品质不行的关系 所以他们才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延期的 但是这个延期修改会不会太迟啦 歹楼啊 这部份早在前几话的品质就已经出问题啦 为什么你偏偏才在最终化播发前延期呢 如果动画作主真的有心制作这个IP的话 早在第12话的时候就来个大延期 感性品质后才继续播放啦 也不会使用那该死人的外包制作团队 我已经经营动画频道已经有将近5年了 虽然之前十万订阅的旧频道已经被干掉了 变成了现在经营不到一年的新频道 大无可否论在这5年里呢 我也评价过非常多的动漫 也包括一些很差的作品 事实上我过去有评价过 比转身之初更糟糕的动漫作 转身之初的辣点 与我过去吐槽的动漫相比呢 真的不算什么 大大学生我这5年动漫杂谈里 拼得最不爽也辣了惋惜的一部动画 比起我不爽转身之初动画版 其实这次给我最多的感觉是感到可惜啊 因为转身之初动画 并非是一部开始就注定很辣的动画 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题材 评价不俗的原作轻小说 以及表现非常出色的漫画版 从这次播放之前 许多观众就已经开始 对这一次的动画版有所期待了 可以说动画之后 所在改篇这部作品的当儿呢 就有一副很好的牌了 结果因为自身制作改篇的技术问题 编剧的安排 超烂的分镜 可怜的3D建模 以及那可恨的外包等等 把原本一副好牌打得非常烂 所以我在观看齿方的时候呢 比起一直骂它啊 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 Why? 至于转身之初又怎样都要把 在未来是否有第二季这一点呢 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怜的事情了 因为转身之初又怎样都要把 BD销量真的太惨了 虽然说这个世界上也有BD销量凄惨 但还是愿意出续集的真实案例 比如近几年的炎炎消防队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至少炎炎消防队 都要把在外界的口碑是不错的 而转身之初又怎样都要把 在外界的评价 可以说是被很多观众唾弃的程度了 所以BD销量卖得不好 评价又这么烂 老实说呢 我是想不到这不多 未来还会有第二季的理由啊 诶 虽然A年期的批发之夜 造就世界最常公布第二季的时候呢 也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啦 虽然是这么说啦 但我个人还是希望会有第二季 因为我很想看 蜘蛛死变成人情后的故事啊 只是说如果真的会有第二季的话 脚窗 我求求你 多要把第二季 不要再让这个动画作主改篇啦 我宁愿你让杰超社改篇 也不要让他们再招他这个IP啦 我求你啦 好 如果大家对这部发又有什么感想的话 欢迎来在下方留言区彼此分享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是顾巴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